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报告中三兄弟抽雪茄喝洋酒开豪车 还出现了用麻袋装钱把钱洒向天空的情节 爆发护卫十足 一转身三副豪油对质谈判大飙英文 高富帅上演中国人在纽约 表思逆袭的彻彻底底 而面对传说中英文台词打满四页A4纸的重头谈判戏 每位演员也是亲生上阵 死灭还有些音 老鹰的音 去死 听 而因为闹台套事件 而几乎风口的黄晓明 自爆饱受此事件的阴影两年 两年 借这个戏让很多人看到 我不需要害怕 可以面对自己的恐惧 这戏里面要说的英文 我一定是很专注地去努力把它说好 但这戏里面呢 也恰好就是讲的就是 一个人从英文说不好 说得像日文一样 据悉此片将于5月18日上映 届时黄晓明到底能否hold住那长长的英文台词呢 小编只能说教主 康姆昂康姆了 优酷娱乐播报整理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